揭秘缅北杀出盘 诈骗集团把业务员当货物一样卖 近期 电信诈骗集团年轻化趋势明显 越来越多撑连身线其中 近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多名陷入缅甸诈骗团队的陶金克 对于在缅甸蒙波鸿门大厦 工作了一年的业务员李福来说 印象最深的就是放鞭炮 2020年9月27日 他向当地公安报案时 依然没有怀疑网上认识的男朋友李福的身份 他坚称 我的男朋友已被骗了 朋友圈内帅气的照片 玩玩心动了 李福表示 他靠着在国外博彩网站 买大小菜单双挣了几十万元 2020年4月 疫情刚过 李福听门同村老乡在缅甸做淘宝客服 一个月轻松拿几万元 李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建筑公司老板的人设 可以让女网友感到对方又有钱又有闲 他说起当地的一句顺口溜 缅北挣钱缅北花 一分别想带回家 对方告诉他 新人要从业务员干起 工作内容就是在网络上陪女性聊天 并获得她们信任 张荣表示 如果手下的员工挣了钱 他也会拿到相应提成 但他被告知 除非交其欠款 否则不能离开公司 每个月 他几乎都没有业绩 拖欠公司的赎身费也变得越来越多 每晚开会 新公司总监都会对他进行人格侮辱 甚至打骂 今年3月 当地税务部门来大厦内检查 发现公司账务不轻 公司被迫搬家 王伟感觉机会来了 草 洁磊